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录制的 有间疗愈室阿红开讲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红 有间疗愈室阿红陪你聊心事 各位线上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胜红 阿红心理师 这个月我们的主题书 叫做被消失的贴文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聊到 这一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网路上面的内容审查员 这一本小说里面就在讨论跟探讨 这样的一个内容审查员的角色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值得我们关心关注的部分 网路上面 其实各位也可以搜寻到一些相关的文章也好 或者是过去有一段时间有几个排纪录片的朋友 他们也拍了一些相关有关于这种内容审查员 值得被探讨的议题 那因为他们都很神秘 所以可能很多的资讯都被封闭起来了 我们可能也不太能够那么深入的知道 真实的工作现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那透过这一本小说 或者是大家如果看了这本小说 你有兴趣也可以去找到网路上面的文章 或者是在过去拍摄的这些纪录片 在里面呢 我们可以更详实的去了解真实世界 而不是小说而已 这本小说虽然是有一些依据 但是它毕竟是一本小说 那真实的这些内容审查员 他们的工作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 值得我们关心的处境当中 那上一回呢 跟大家提到在工作的过程呢 其实很多人一天到晚都看这些新三社 然后暴力好可怕的这一些 也许想要放上去的人 他就是各种心态 然后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为了拨眼球 可能有些人他是为了求救 或者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 他把这些影像放上去 或者是直播 就开着直播 有时候真的看了小说 也会觉得好难想象 这是有人开着直播 然后就开始在智商 然后就一边在让大家看 他伤害自己的过程 其实很难想象这一个画面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要看的话 心里会有多么大的不舒服 那甚至于在这一本小说里面 凯来是一个主角 那他的女朋友 因为他们是同性的伴侣 那他的亲密伙伴 是一个蛮有蛇影之心 也很有正义感的人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一个状态 就是他看到有人 看起来好像很危险 然后觉得应该要去搭救这个人 应该要去关心他 可是呢因为他们被限制 他们也不能把里面的资讯带出来 然后你真的去做什么样的行动 也不行 你顶多只能通报当地的警政机关 然后叫他们去做点什么 如果你没有依据的话 你又很难这样通报 那以那一个主角凯来 他的亲密伴侣 他的这么热心 可是他又做不了什么 所以在他心里面 其实会有产生 除了看到血腥画面的这种压力以外 其实也会多了很多的无助感 这个状况呢 其实就会让我想到 在这一个单元 我们这一次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 就是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 创伤后压力症呢 过去比较被关注到这个症状 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或者是越战之后 因为有很多的军人 他们去战场 在战场里面呢 大家可以想象 战场就是你得随时保持警觉 不然生命上面都可能会有危险 那在每天警觉的状态里面 你可能也会目睹很多 这种烧杀的画面 然后会觉得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 那当你离开了那个战场 可能这一个画面都还一直在心里面盘旋 那对各位来讲 可能也很难想象 就是我们都没有上过战场 都不是处在那个情境当中 但是我用一个比较奇怪的比喻 让大家感觉一下那种情境 就很像说你七月 农历七月看鬼片 然后看了鬼片呢 就会觉得好可怕 然后要睡觉前呢 只要看到那个窗帘动一下 会觉得哇 鬼隐床床是不是 那个鬼要跑出来了 那像我小时候 那个时候流行真子 然后真子呢 他就是从那个电视爬出来 哇我那个时候呢 就好害怕 因为每次开着电视 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 都处在那种很挣扎的状态 就是电视好想要继续看下去 又会想到那个真子 会不会从里面爬出来 虽然在看了电视 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呢 我们脑子啊 他就停不下来 就会跑出那样一个 很恐怖的画面 很恐怖的情境 让我们觉得寒毛指数 那其实啊 创伤后压力症 也很类似这种状态 很类似这种状态 一个人 他得到了创伤后压力症 当然不是只有在战场里面 才会有 像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也可能会经历一些 特别的创伤事件 那这个特别创伤事件呢 比方说 有一些很严重的社会事件 发生在我们的面前 我以前就曾经遇过 就是在那个搭捷运的时候 然后我搭的那一台车 就刚好去撞到一个 跳下去的人 然后我又坐在第一节车厢 其实那段时间 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就一再的出现 那一天在那个车上的 那个经验 也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是自己面对到那种 有死亡风险的这种情境 我们不一定是自己 自己遇到 我们可能是目睹 或者是听别人说 这都有可能 所以经历或目睹 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 很有负担的死亡的威胁 或者是死亡的事件 然后让我们的心里面 就产生一种 不断的会回想起来 然后心里面 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这种死亡威胁 最直接当然是威胁到我们自己 那那个创伤就很大了 可是也有可能是 你看到影片 我们也会是一个目睹的状态 或者是像有一些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 像我们在做諮商的过程 就会遇到有一些个案 然后说着说着 他就讲到他的童年时期 可能爸爸妈妈吵架 那其中一方就会拿着菜刀 不见得真的有发生不好的事 可是当下这个小朋友 他会觉得很无助 然后什么事都做不了 那会不会家里面 这个砍杀的事情 就真的会发生 所以对年幼的小孩来讲 他就会产生心里面的一种 无助感 虽然对象不是他 可是是他自己的家人 就会感觉到 哇 好像处在一种很危险的那种情境当中 所以有可能是影片 有可能是我们身边发生了一些 跟死亡有关系的这种重大创伤的事件 甚至于像有一些人 遭遇到这种社会上面的侵害 就是走在暗象里面 然后就有一个坏人歹徒 就袭击我们 那甚至于有些时候 发生了这种性侵的事件 这都会导致 都有可能导致 我们创伤后压力症的发生 其实它的范围还蛮广的 不是说只有那个 刚刚一开始提到说 在战争里面才会发生 那以这本小说被消失的贴文 我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他们这个 里面的这些成员 这些角色 他们经常会有什么西大麻 或者是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性关系 或者是大吃大喝 或者是注重自己的健康 吃很多的营养食品 这都是常常在我们的临床上面 会看到一个人 当他面对到很多压力事件 然后产生一种无助感 产生一种没有办法去改变些什么 然后身体就会产生很自然的 刚刚所说的 有可能不是一定 不是一定都会有这些症状 而是那些症状是在 创伤后压力症里面会看到的情境 所以我才会说 这本小说里面让我们有一种提醒 就是长期暴露在这种新三色暴力的画面当中 又加上如果是一份工作的话 那真的很有可能 当然没有实际的诊断 但是真的很有可能 他们都有罹患创伤后压力症的机会 那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创伤后压力症吧 创伤后压力症呢 其实它有分两种类型 第一种它就叫做创伤后压力症 另外一种叫做急性压力症 好没有关系 两个名词我们不一定要搞得这么陡 但是啊有些时候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 让我们觉得一天到晚脑子都跑出一些 很可怕的画面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睡不好 然后会有做噩梦的状况 大概维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状况呢 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好那在这个月过了以后 慢慢的比较好了 那就比较属于 刚刚所说的急性压力症这种类别 急性压力症一般来说 就是可能目睹啊 有人跳楼啦 或者是突然间没有预期的一些 车祸事件在你的眼前发生啦 好那我们会很不舒服 好可是有可能一段时间 过了就好了 那这个所谓的一段时间的定义呢 就比较把它定义成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好那如果我们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慢慢的恢复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哦 去受惊 还是收金 还是去拜拜 还是去看心理医生 反正你一个月左右 慢慢的恢复了 好那我们就比较把它定义成 那个一个月的时间 你是处在急性压力症的状态 可是呢 如果啊 有些人他这个月 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 一个月内 好像还好 一副很平静的样子 可是过了一个月以后呢 生活也都会受到那种影响 那个影响比方说 假设是一个性侵的案件好了 然后第一个月可能他都很理性 然后很镇定 然后还去做该处理的后续 包括去报案等都很理性 可是过了一个月以后 他开始有一些 不自主的在脑子里面 会跑出那时候呢 遇到的那些恐怖的情景 也不是你能够控制 他就突然间跑出来 那或者是 每次到之前发生不好事件的 那个类似的情景的状态的时候 比方说 那时候可能是晚上回家 然后走在那一条比较暗的路 然后发生了这个不好的事件 那后来呢 我们只要到晚上 我们就莫名的恐惧 然后走到那个比较暗的地方 就会有那种很警觉 然后很害怕 发抖 说不出话 等等的这些反应出来 也许有人会说 奇怪都已经过了一个月 为什么还会这样 那一种状况 包括让我们的这些 很焦虑的心境 然后很害怕的状况 不定时的出现 或者是遇到一些类似的情景 然后我们就会跑出那样的画面 晚上还睡不好 那一个月内就好了 那可能叫做急性压力症 可是一个月还没有好 他继续 那这个可能叫做创伤后压力症 或者是第一个月没事 好像很理性 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 他自己似乎处理得很好 可是过了一个月以后 发现 哇 自己每天呢 就是心神不宁 然后会觉得 对于很多的事情 就会很容易发脾气 小小的事情就很容易发脾气 然后情绪很不稳定 已经过了一个月 为什么还会这样 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会有一些运作的过程 有时候 第一个月也许我们都把压抑下去了 那压抑下去不等于它不存在 所以有些人的症状是超过一个月以后 才会开始有这些症状出现 也许讲得那么复杂 那对各位来讲 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我们传统上面 在民间的这个习俗当中 我们就常会说 小孩是被吓到 叫惊到 那我们就要去受惊 那惊到也不是只有小孩 大人也会 创伤后压力症也好 急性压力症也好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 比较严重的惊到 吓到 然后他后来就不断的会出现在脑子里面出现这些反应 那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断的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 其实身体压力会很大 然后也会很不舒服 那每天就神心兮兮的 就心神不宁 然后注意力也没办法集中 遇到一些类似情境的东西 或者是环境 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发抖 然后害怕 长期处外这种状况的人呢 其实很容易产生一种智商的行为 因为啊 那个智商 有时候 是让自己 转移注意的方法 转移注意的方法 那有时候呢 是让自己 去透过痛感 痛觉 去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因为在 这种事件当中啊 有可能 有可能当事人 当时遇到那种不好的事件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逃走 就例如说像性侵的案件 他就被压制了 或绑票的事件 他被压制了 他根本身体反应就是该逃走 该想办法打倒对方 可是他做不到 做不到 那身体就会产生那种 僵住的反应 惊呆的反应 惊呆的反应 发展到后来 会有一种状态 叫做解离 就是好像 魂不在了 就会产生这种 魂不在的感觉 那也就是 如果有一些 创伤后压力症的人啊 他 会有智商的行为 他其实是 透过那个 割自己的手啦 或者是用一些 伤害自己的方式 去感觉到痛觉 然后痛觉呢 其实会让他 有一种存在感 就是 我还在耶 那种感觉 那这个讲起来 是一种心理机制的 作用啦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家里面啊 如果有一些人 会有智商行为 像我常会遇到 有一些个案 他可能会 袖子卷起来 然后就会发现 哇 他那个手啊 上面一条一条的 都是疤痕 那我们会觉得 好可怕 他为什么会 想要智商 其实不是 他想要智商 而是 可能过去 曾经发生过那种 对他来讲 很恐怖的经验 但当时呢 他又逃不掉 他是被压制住的 所以 那个时候 在那个创伤事件的时候 他是处在那种 僵住的状态 然后 慢慢发展到后来 只要遇到一些 差不多的时间啊 就会莫名的产生那一种 身体的压力反应 就是整个人 僵住 然后 整个人 就处在那一种 失魂落魄的状态 那 在这个状态里面 其实是很不舒服 所以有些人就会透过 隔自己的手 来 让自己 感觉到 我还在 也就是 假设我们身边 有类似这样的朋友 出现的话 其实我们要关心的是 他会不会是 过去曾经遭遇过 一些事件 当然不一定是性侵 我要讲的是 只要让他逃不掉的事件 可能是小时候 我是一个 家暴的目睹儿 我也逃不掉啊 当时呢 对我来讲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 所以就僵住了 那后来 会有智商的行为 可能都跟过去的 这些经验 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我要 表达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身边 有这样的朋友 说不定 我们要关心 他的是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有这样的一个 行为出现 而那个原因 会不会是过去 曾经在他身上 发生过一些 不好的事件 那也许有些人会说 那一样的 这种事件啊 发生了 像有些人 只要人家在办伤事 然后我们走过去 就怕到 就吓到了 然后我们就可能 要去太怕 然后可能呢 太怕 收紧也没用 一段时间呢 我们可能还要去看 精神科医师 因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不断的 不自主的跑出那时候 人家办伤事的那个画面 然后让自己觉得 很恐怖 你说 为什么 某人会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人 怎么比较不会 难道发生了 同样一个事件 都一定会有那种 创伤后压力症吗 难道一定是吗 这个讲起来 有点复杂 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 当然不太一样 就像那一本小说里面 我们看到有些人 做得还不错啊 他们适应的 也还OK啊 可是 有些人的反应 就会比较大 那这个呢 跟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些基因 或者是我们的大脑 运作 每一个人不同 会有一些关系 那我如果 比较简单的说 就是也许 大家都有听过 一个东西 叫做血清素 那血清素 是什么东西啊 血清素呢 它是 跟我们的情绪好坏 然后跟我们的 应对害怕 你会不会很容易 受惊害怕 会有关系 如果一个人啊 在大脑里面 那个血清素 是大脑的一种 合成物 它会自然的 分泌的一个合成物 在大脑里面 产生血清素 每一个人的量 跟那个浓度 会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 还可以往下探讨 那我们就不往下 去谈太复杂 我们就想象 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 可能会有所不同 有些人呢 血清素的分泌量 会比较多 有些人的 这个血清素的 分泌的浓度 会比较低 那血清素呢 如果我们分泌的浓度 比较低 就比较容易 受惊害怕 遇到那种 大的声响啦 或者是刚刚说 走过人家的那个 半伤势的现场 我们就觉得 好像去怕到 吓到 如果我们的血清素 浓度比较低的话 比较容易这样子 小小的事情 我们就 容易害怕 容易启动 那个害怕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的 血清素浓度 比较高 就比较 不会有这个感觉 情绪也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 血清素的浓度 那跟每一个人的体质 跟每一个人 更深度的去谈 当然也可以谈到 很多身心灵的议题 背后是有关系的 可是啊 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呢 谈血清素干嘛 要谈的就是 治疗 也就是 今天如果啊 遇到有一个人 他有 创伤后压力症 相关的状态 发生的时候 那 能不能治疗啊 能不能处理 第一个处理的方式 当然我们就会说 那可不可以 去看心理医师 然后吃吃药 就会比较好一点 身心科 他可能会开一些 药物给你 开的药物呢 就是抗忧郁剂 抗忧郁剂 你说 这个跟忧郁有关系吗 它是这样的 因为抗忧郁剂 里面有一种 叫做 选择性血清素 再回收抑制剂 好 没有关系 很长的名字 有没有听到血清素 这个关键词 也就是一个人啊 他如果血清素 浓度太低 然后我们身体呢 又会吸收 那个血清素 虽然自己分泌的 然后分泌出来 又会被自己吸收掉 那浓度已经够低了 结果你又 很快地把它吸收掉 那 我们不是就 更容易害怕 更容易惊吓了吗 所以呢 抗忧郁剂 里面有一种 叫做 选择性血清素 再回收抑制剂 也就是叫 我们的大脑 不要那么快 把它回收回去 留一些在那里 我们还要用 所以呢 透过这个 抗忧郁剂 我们可以 有一些帮助 可是麻烦的是 只要一停药 那个症状又回来了 所以它比较不是 治奔 只有治标 只要你停药 那这个症状又会回来 那怎么办 其实身体很需要安全 跟被爱的感觉 安全跟被爱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很不安全 因为过去了一些经验 让我们有一种 害怕的感觉 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所以在心理治疗里面呢 我们可能会用几种方式 来帮助这一个朋友 能够让他更有安全感 然后能够更适应 之前的那些压力事件 然后慢慢的 能够走过那一个过程 大概有几种 第一种叫做暴露疗法 暴露疗法 就透过想象 想象过去 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件 或者是你去目睹 什么样的事件 透过暴露疗法 暴露可能是把它带到现场 然后让它去 回溯一遍那个事件 或者是用大脑去想象 想象那个事件 再发生一次 那你说 哇这个太可怕了 它都已经怕成这样 你还要让它暴露 还要让它再经历一次 对 所以如果要用暴露疗法 第一个要比较慎重 然后第二个 它也不是一下子 就强度到这么高 例如说 我在暗像里面 发生过不好的事 那我们不要一下子 把它带到暗像里面去 我们可能在一开始 先带它做一些 缓和的深呼吸 然后让它觉得 有人陪伴在它身边 是安全的 那一开始呢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是坐在 諮商室里面 然后在黄昏的时候 做这件事 为什么是黄昏 因为那时候是暗像嘛 所以呢 就是那种简敏感 一步一步慢慢的 让它比较适应 暗不可怕 然后再带它到这个附近 附近的大马路 不是直接带到那个小巷子 再到大马路 然后让它再很安全 觉得自己可以适应了 所以有一些电影 也会演这些 大概大家会比较 能够想象跟理解 这个就是暴露疗法 还有啊 就是另外一种 叫认知疗法 认知治疗 就是让它相信自己 其实是有能力去解决以后 如果又发生了 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它是有能力去解决的 它是有能力去应付的 像我们在做心理治疗上面啊 有时候小的时候 有些个案小的时候发生过 让它觉得 很走不出来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会带它 做回溯 那回溯以后呢 慢慢的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用长大的自己 来跟小时候的自己 来跟它对话 长大的自己呢 就让小时候的自己 有一个感受 那个小时候的自己 当然就是心里面的 那个一直隐藏起来的 那个部分 让小时候的自己 慢慢的感觉到 你那个时候小 所以你没有办法 应付这些事 但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那现在长大的我 可以好好的保护 小时候的你 透过这个过程 它就可能会有一些 疗愈的效果 所以这个也是认知治疗 让它觉得比较 能够释怀 然后也相信自己 是有能力去应付的 虽然以前没办法应付 或者是透过一些 自己的经历 然后我们去引导它 去看到 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发生在你身上 是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治疗的方式 好像有些人去战争 然后参加了战争 然后慢慢也让他觉得 那个时候啊 你有很多的不得已 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 那如果我们来看 你能不能从 那个你去参加战争的 这个回忆当中 找到一点自己的价值 你会不会对人性 有更多的理解 然后你现在 因为经历过那一段 你现在变得好慈悲 为那个经历 去找到一个价值跟意义 这个也是在认知 治疗上面 我们会常常用的一个部分 后来当然还有一些 更新的做法 那这个也许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 那么深入的去谈 但房间我知道很流行 就是有一个方法叫做 眼动减敏感 及再经历治疗 这个有点长 那它的英文叫做 EMDR EMDR 那也许有些人有听过 那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一些新的治疗方法 那这个治疗方法呢 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它有一些创意 然后有一些创意是来自于 上个月我们也谈过叫NLP 我看起来觉得它有一部分 跟NLP的那个概念 是有一些连结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 往下详细说 因为可能在网路上 让你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来做一点补充 当然最后啊 最后要分享给大家 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伤 你除了寻求医疗的协助以外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你做做瑜伽 然后做做深呼吸的练习 这也都是会有帮助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警觉的状态 在压力的状态里面 会很影响到我们的自主神经 会自律神经会失调 那瑜伽也好 深呼吸也好 它就可以去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 让我们舒服一点 好 那这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本书 想要让大家多认识一点点 创伤后压力症 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充 希望对大家是有一些帮助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对于以前知道的那一种 去怕到 然后会多一点点认识 其实不是传统上面谈到 怕到 吓到 在我们的现在的心理治疗 也常会用一些新的方法跟观点 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创伤的事件 好 那这是这个月 希望大家一起把这本书借回来 然后透过这个讨论跟探讨 能够帮助大家丰富你的心理学的一些认知 跟知识 我们下个月呢 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本书 它是大人学破局思考 从关键小事看出职场大局 很多人觉得变成大人以后 好多的事情要管 那尤其呢 在职场上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觉得这一本书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我们下个月再见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在有间疗医师Podcast按下订阅 同时也到有间疗医师粉丝专页 留言按赞加分享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